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上一集介紹三角形三顆星 三角形三顆星在國三 上是最 可以說是最重要啦 因為它就是最後一張嘛 所以它會統徵很多以前學過的東西 那三角形三顆星呢 它在正三角形裡面有特殊的 這個現象可以去討論 還有我們在下一集會介紹直角三角形 它在直角三角形裡面有一些特殊的現象 那這致使它衍生出很多的基礎問題 所以我們這一集來看看 來 三角形三顆星 如果在正三角形裡面會怎麼樣呢 一言以必知就是 在正三角裡面 在正三角形裡面 三角形三顆星是同一個點 那因為正三角形它的中線 三條中線都同時會是角平分線 也同時會 是底邊的中垂線 所以呢 這樣 那這個點 它就從同時是I 又同時是O 又同時是G 同時是外星 內星 和重心 那 這樣就說完了 不是 既然如此 所以就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來了解一下 如果它 我們把它當作外星來看的話 我們說外星它的特色是 到三頂點等距離 那這個距離就會是它外面那個圓 外接圓的半徑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AO呢 它就是所謂的外接圓半徑 我們用大R來描述 然後如果是內切圓半徑也就是說那個內心 內心呢 我們知道它的特色 就是它到三個邊 的垂直距離相等 對不對 我們剛剛大R 左藍色 內心它到三個邊的垂直距離相等 所以它到三個邊的垂直距離相等的話呢 那這個距離就會剛好是它那個內切圓的半徑 所以這一段距離 我們習慣上把它寫作小R 那如果它是正三角形的話 因為正三角形 它剛好是三十六十九十三角形 所以以下的數據是可以求出來的 如果它的邊長是A的話 這個時候呢 這個這個角六十 這個角三十 這裡九十一比根號三比二 這裡會是二分之A 那這裡會是二分之A的話 這個會是二分之根號3A 所以 當它邊長是A的時候 正三角形 注意喔 正三角形邊長是A的時候 高四 二分之根號3A 這個要不要記 不要記 但是老師要帶學生多推論幾次 可以嗎 一比根號3 30度60度90度 1比根號3比2 所以這個是A的話 這個是一半A 那這個是 二分之根號3A 那它是二分之根號3A的話 我們之前其實就算過這件事情 去算什麼 面積 這個時候它的面積是 底層高除2 那這個底的呢 是A 所以A A乘 二分之根號3A 除以2 所以會變成四分之根號3 A平方 我跟上來嗎 我寫一下好了 底層 高是剛才算的嘛 二分之根號3A 除以2 對不對 所以變成四分之根號3A平方 那這個時候剛才說的外接 原半徑 大R 會是 高的三分之二 所以它是二分之 根號3A 乘以 三分之二 約掉 所以它是三分之根號3A 那 小R呢 那小R呢 則是大R的一半嘛 因為它是二比一嘛 所以小R呢 是 六分之根號3A 你也可以說小R它是 高的三分之一嘛 所以是二分之根號3A 再寫一個 乘以三分之一啊 所以是六分之根號3A 那我蠻喜歡這組數據的計算的 因為它體現了一個我很喜歡的數學運算的簡單的結果就是 很特別的神奇的結果是三分之一加六分之一是二分之一 對不對 這個整條是二分之根號3A嘛 這個是六分之根號3A 三分之根號3A 所以一比二比三 是六分之一比 三分之一比二分之 OK 那這就是正三角形裡面的這個 三顆星共點的這個特色 來看一下如果它不是正三角形它是等腰的 那等腰的話呢就只有 底邊的中垂線 這個底邊的中垂線呢 它是中垂線所以它也是這個之中點 中垂線過頂點 又會剛好平分頂角 所以說這條線它既是中線又是中垂線又是角平分線 但是側邊的就沒有了 所以它不會三星共點但是怎麼樣呢 這個外星一定在 中垂線上 三條中垂線 外星一定在它們上面 內星一定在角平分線上 然後這個重星一定在中線上 換句話說呢 如果它是等腰三角形的話那它會有的特色就是 你可以想像這三條星其實都在 這一條線上 那至於誰上誰下 其實就不一定 要看你的這個 等腰三角形是扁的還是 尖的 比如說像這個的話應該比較下面 我猜O應該是最上面的 比如說像這樣子 看看就只好 這樣就知道說 等腰三角形的話三條星會在同一條 三顆星會在同一條線上 那麼我們來 介紹我剛才講到說這個 內切圓半徑是小R 既然內切圓半徑是小R 然後我們前面又介紹了一些關於中垂線性質的東西 那你可以想像中垂線性質裡面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整個合起來是周長我們之前就有類似這樣的問題啊把這個設AA這個是BB這個是CC嗎 然後給你三邊 對不對 所以A加C等於多少 A加B等於多少 B加C等於多少 3元一次連立方程式 他沒印象 有印象吧 那 又除此之外 我們還會看到就是說 既然它是垂直的 他是內心所以這三段是一樣長 而且又都是垂直於底邊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我如果把 我如果從內心連線到三頂點 那不會怎麼樣喔 也是會怎麼樣 因為他是腳平分 這樣他這個這些都是腳平分線嘛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你產生喔 假如說我們先把綠線 抹掉 因為這三條橘線的出現呢 他會把 這個三角形切成 三塊嘛 對不對 這三塊有相同的高 才抹掉又要塗 又要補回來 沒辦法 教學就是麻煩 來 所以這三塊會有相同的高 就這三個R 那麼所以這三塊的面積呢 如果我剛才跟你說 這是A嗎 這是B嗎 這是C 那所以說這三塊的面積分別會是 這個A乘R 除二 加B 乘R除二加 C乘R除二 對不對 A乘R除二是這一塊 B乘R除二是這一塊 C乘R除二是這一塊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乾脆把 二分之一抽出來 然後把R抽出來 但是我要放在最後面 這個時候我會得到 二分之一的 A加 B加 C乘R 對不對 然後我就會得到 A加B加C是二分之一周長 所以這個內切圓半徑 跟 三角形 面積還有這個關係 就是內切圓半徑乘上周長除以二 就會是三角形的面積 這樣這點懂嗎 那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我們剛才說的嘛 這三塊 我又塗掉了 這三塊 這個 這三塊三角形 那你看他們的高一樣 算等高對不對 所以這三塊三角形的面積比呢 其實會是他們 的這個三邊比 這三塊的面積比是A BBC 可以嗎 那如果是重心呢 如果今天這個點他不是內心 他是重心 我們畫一個在下面 OK 如果他是重心的話呢 那我們剛才說 上一堂課啦 上一堂課講到重心會把 這個三角形切成六塊相等大小的 而如果我塗掉 這三個像剛才那樣 重心連到三頂點的話 我所取得的這三塊應該是一樣大 所以這裡是一樣大 而這裡是 按照邊長 可以嗎 這個是重心和內心一個很大的不同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基側體 就是 因為 三顆星遇到 正三角形有比較多的特色 所以他也是常愛考的東西 他說這裡有一個 正三角形 跟這個也是正三角形 這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一個倒過來 倒過來之後呢 跟下面 這個跟上面這個有重疊的部分 是灰色區域 他跟你說如果今天剛剛好 上面這個正三角形的頂點 D呢 他剛好碰到 就是 剛好在下面這個的重心的位置 這個剛好是 下面這個三角形的重心 而同時 這個A也剛好是上面這個三角形的重心 那這樣子的話 他跟你說原本的三角形 他是 這個 面積都是18的話 現在這個灰色區域到底是面積多少呢 那麼這樣這個灰色面積是多少呢 你看我在這裡多畫一條輔助線 我在這裡畫一刀 把這個灰色部分向菱形的部分切成 的確是菱形 切成了上下兩個三角形 那因為你可以理解他是正三角形 這也是正三角形 他是對稱的 所以這裡又等腰 這個又60度 所以其實這兩個三角形 也都是正三角形 那然後呢 然後 我們之前有講到 相似形的話呢 他的這個特殊線段也會 成等比例 那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把AD連起來 因為 因為D是重心嘛 因為D是重心 所以這裡 AD比上 假如說這個點是P好了 AD比AP 是 2比3 然後呢 然後今天我們這一條AD呢 又會被這個 平分嘛 所以這裡 剛好切成三段是等長的 這個是 1比 1比 1 也就是說今天 中間這裡又要再取一個 叫AM好了 中間這個叫 M點 那個會考 機側 機側考出來選擇題 所以不用寫那麼多 你看得出來就好 這裡跟這裡呢 因為他是 這個 這個膠的地方是M點 所以這一段其實是 AP的三分之一 那所以根據相似形的道理 就是說你的中線 既然是三分之一的話 然後你又是 這個你也是正三角形 我也是正三角形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相似形然後編長比是三分之一的 所以 如果全部標起來像這樣子那麼 這個是Y 那麼AXY呢他會相似於ABC啦 而且 邊長比是1比3 那所以面積比 會是1比9 所以 三角形AXY的面積要跟你說原本是18嘛 所以一個是2 那麼灰色部分面積 AXDY是4啊 就這一題 這樣可以嗎 這樣 這個就是曾經問過的問題 透過這個問題去練習思考 我們前面講到 中線 這個2比1 然後這裡 這個 正三角形的話 怎麼樣 相似形 那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 就是說我在有熊老師裡面教的題目 尤其是幾何因為幾何題目很多 所以我都是挑特別的膠 然後可以講解很多東西的膠 你看我們很少 反覆計算的問題 像這個2比1的線段 你可能在參考書裡面就會出現 3體4體的 計算題 都在算這個2比1 那算久了你就會習慣 這裡是2比1 你如果只看有熊老師的節目 你很有可能 聽完了之後你對於這個比這個2比1會不夠熟 就是你的練習可能會不夠多 所以請麻煩第1個在學校要專心聽 第2個就是 自己找一本練習題 那 因為我們大部分除了分享給學生之外 是分享給老師啦 那 老師或家長的話 你要聽懂比較容易 而且也不需要一直反覆的練習簡單的題目 所以我們都上一些比較有特色的題目 像下面這個題目其實也是機測題 而且他也跟上面那個題目很像 就是他一樣是兩個全等的正三角形 這個正三角形呢 他現在不一樣的是 他一邊跨過A又碰到 這個他的頂點也是下面這個正三角形的重心 然後一樣重疊的部分在這裡 為你這個重疊部分的面積 那其實這個就簡單多耶 對不對 因為他是重心 所以這條連起來的中線 首先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因為 這個三角形是正三角形 所以這個是60度 然後你這一條也會是下面的角平分線嘛 所以這個角 是30度的 30、60、90喔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角是90對不對 你從重心對底做垂線 那因為你是正三角形 所以你的這個垂線就是剛好 這裡也是等腰啊 所以他剛好也是中垂線 所以這個點又是中點 這個點會是 這個AC終點 我們叫他P好了 P為 P為AC終點 那理由我剛才講的 因為這個 不是作業體 所以我就不寫那麼 詳細 他的理由就是說 我知道這裡60這裡30 所以這個直角 那從重心對底邊做直 做直角的話 這個垂足會是 終點 那所以這一條 也會是中線喔 對不對 所以灰色部分面積 P三角形A珠P呢 诶 就是中 中線把這個三角形切六份嘛 所以他是六分之一 所以他是三 所以這一題跟這一題是不一樣的 那麼來看之前留下來的一個問題 我有一個三角形 他的三邊是ABC 那請證明只要有A平方大於B平方加C平方 他就是頓角 這個我們之前 在整理結合姿勢的時候有提到過 如果A平方等於B平方加C平方 那他是直角 如果A平方會大 會小於 B平方加C平方是瑞角 如果A平方會大於B平方加C平方是頓角 那現在要來證明他 那怎麼做這樣的問題呢 我今天已經題目告訴你說 他有一個三角形 三邊長是ABC的 今天假設三角形ABC他的三邊長就是ABC 如圖 像這個圖這樣 那因為 其實這個不是說我把他畫頓角 他就一定是頓角啦 但是就是因為既然題目是要正頓角 所以我就畫成一個頓角三角形 那今天我有一個三角形他的三邊長是ABC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去量這個B 然後量這個C 我另外做一個三角形 A' B' C' 讓他的三邊是B還有C還有AX 但是這個AX我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AX是 這個AX是我用B平方加C平方開刻號算出來的 所以今天我如果去取得了這個三角形 或者是我 當然你做圖的時候你可以故意做指教 但是理論上你應該去算這個AX 你今天去做出這個三角形 的時候呢 這兩邊會跟他一樣 這兩邊會跟他一樣 但是這一邊 他是 符合AX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那麼理所當然你就可以想像這個時候 角 B' A' C' 我直接寫角A' 這個時候呢 角A' 就會是90度 對不對 既然他符合必定理所以這裡是不是90度 那這裡是90度的話 根據什麼呢 這點都很重要 這個問題很多人不會寫 因為他 使用到一個 非常久遠以前 我們已經忘記了的姿勢 根據樞紐定理 因為A大於X 所以 B等 A大於X然後那個 AB等於AB AB等於A' AC等於A'C' 然後這個比這個大 另外兩個就不寫了所以 這個 算了形象 好吧很久沒寫完整一點 因為AB等於A' B' A' AC等於A' C' 而且BC會大於 B' B' 因為你的B' C' X 他平方起來 只有B' C' 平方 可是我的A呢 他平方之後是大於B' C' 所以我的A是比X大 那麼這個時候呢 所以 角A會大於 這就是樞紐定理 這就是樞紐定理 那因為角A' 90度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三角形ABC 尾頓角 可以嗎 一個很 特別 的證明 就是說他證明一個我們早就知道的姿勢 然後用一個 其實我們也學過但很容易被遺忘掉的方式證 用樞紐定理來證明他 好那我們這堂課就上到這裡啦 就是 作業 這幾題的作業你看都在練習算那個 外心的角度啦 外心內心的角度 然後那個 重心被分成2比1 其實這個要多練習 要不然也是 不容易會 那我們今天是到這裡